神 Lord 优优雅 优优 优优 chant 托 he 向顾海棠问清楚 这笔货到底是怎么回事 顾海棠不是不碰黑货吗 嗯 从胡子的话来看 顾海棠应该不知道 这的确不像顾海棠的所作所为 你去上海 弄清楚这批鸦片的来源 紧盯着顾海棠 随时向乔局长汇报 还有 顾海棠调你去上海 这说明他已经很信任你了 你要做好长期监视 顾海棠的准备 不要有闪失 不要让我失望 是 顾部长 王龙啊 这次回来什么时候走啊 我压根就没打算走 我这就是在上海待腻了 待烦了 想出去转转 这不又回来了吗 你啊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你干什么都没个定性 说 小伟 想你啊 我想给你两个嘴巴子 那你赶紧的啊 我这几年我都没挨过打了 我这批痒痒的我 你这想笑就笑出来呗 别大叔再憋出个前例线来 你个小兔崽子啊 你这次回来 打算做点什么呀 我能有什么打算呀 来 我现在是海龙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我要什么没有 我挺好的 那海龙贸易 都知道是那个女的在管事啊 不是 你懂做生意吗 反正我现在是不愁吃不愁喝 就缺个老婆暖被窝 你愁你那点出息 不是 方叔 那我能怎么办呀 实际上我有这么一个 没出息的老爹呢 不许这么说你爹 你爹他是个大英雄 他是个好寻补 在法族界的档案里 有你爹的名字 可是没有几个人知道你爹是寻补 几十年过去了 现在可能就剩下我 和几个退了休的老人知道吗 当年黑道的老六 是上海滩最大的鸦片犯 为了抓他 我们死了好几十位弟兄 以前呢 你还有个小叔 在我和你爹 建寻补房的时候 他染上了鸦片瘾 最后让老六的手下 活和给打死了 为了帮寻补房抓老六 没想到 到了最后关头 你爹他为了救我呀 他救 你爹是个英雄 是个大英雄 我娘知道这事吗 你娘以为 你爹是出于挣钱 替寻补房卖消息 让老六的人给打死了 你爹在临死的时候 把你们娘俩托付给我 让我好好照顾你们 还让我发誓说 不让我把事情告诉你们 怕你将来会找他们报仇 现在这帮人都死绝了 你也该知道事情了 黄龙啊 你要有志气 你要替你爹争气 这是你爹的枪 前段时间 我去跟寻补房总探长申请 让你来接我的班 今天总算是劈下来了 你现在是霞飞路寻补房的探长了 黄龙啊 你要做个好人 你要做个好探长 这个位子 是我和几个老群警的脸 还有你爹这条命换来的 应该这么做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带着君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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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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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酒 好了 好了 抱歉 别带了 别带了 上次你请我喝了一次酒 后来就头疼了三天呢 要不咱这样 咱们以茶代酒 老板 来壶茶 不要了 茶能带酒吗 上次你不是有个说法了 是我进了海龙贸易 那咱就是一家人了 如果是一家人的话 而且要这么熟 咱们就别这么客气了 这是我有个说法 上海这里是我的地盘 你来我的地盘不跟我喝酒 就是跟我客气 贝贝 你别误会 我可没这个意思 那就喝了 干 干 瞧你那个样子 太热情了 对了 顾老板说 让我跟吴博学习仓库管理 我以前就在海龙贸易嘛 我好像没有听说过他 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 大姐在上海有一家酒楼吗 吴博就是酒楼的管家 大姐很信得过他 把你安排在吴博的手下呢 就是对你非常信任 是这个样子 现在呢 海龙贸易大小事情 都是吴博在张楼 明天啊 咱们还要去看几个仓库呢 看仓库 要不跟你们一块去吧 好 顺便也可以跟吴博讨教讨教 也行 那明天我先去接你 再去接吴博 怎么样 好 太好了 那就麻烦宝兄弟了 客气什么呀 来 吃菜 我不吃了 喝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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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吃 他也撒 nearly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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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凡 你在做什么 你怎么没去上班呀 我前了两天假陪你 要不要吃点东西 来 这些都是什么 我看你痛得厉害 就去药店给你抓药 结果呢 大夫说这是正常的 不需要吃药 要多注意营养 最好喝汤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汤 就把自补汤的梅杨给你买了一份 来 你看 来看看 这个呢 是岛山乌鸡汤 这个呢 是萝卜老鸭汤 还有这个 清炖牛腩汤 怎么了 都不想喝 你这几天都没有吃东西 这可怎么行呢 要是海棠在就好了 那天他做了绿豆猪蹄汤 特别好喝呢 我们总不能把他叫来 专门给你煮汤吧 也是 英联 我回来了 就这样 先挂了 我回来了 心情很好啊 这是必须的嘛 冯叔让我回寻部房了 他让我当探长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高兴不 高兴 下一个 你说你拉个长脸给谁看呢 你往南京运鸦片了是吗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箱子里的金条哪儿去了 我可没乱话 我是为了救灵子我才用的 你到底跟谁倒的鸦片 把金条给谁了 那我跟你说你能答应吗 不能 那所以啊 所以我就不能跟你说 你说不说 不说 不说是吧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陈志远 听我把话说完 你你把电话给我 你不把自己给装进去了吗 我要是你 这一船鸦片我宁愿烧了 我也不让他上船 陈晓天 除了这小子 没有别人能帮得了我 你帮陈晓天倒鸦片 你把黄金给了陈晓天 你不知道这一船鸦片 能害多少人吗 不是 你现在跟我说风良话 你以为我愿意把脑袋 塞在裤裆里头 我去求他吗 这不是为了灵子吗 根本就不是陈晓天救的 你说什么 你是不是真傻呀你 是我去求的我干爹 我干爹救的灵子 这本来就不是件光彩的事 我是因为没有办法 才求的我干爹 你怎么做事之前 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我现在就找他 你回来 你找他他能承认吗 那怎么就这么算了 一个愿打一个愿爱 是不是你先去找人家 我们刚从南京回来 还不清楚上海是什么时局 先这么算了 不能够 我马上就要当探长了 我弄不死他 那后来就能够 我只有他要合作 那看看 你还不想让他 可以保护 你的转眼 是怎么回事 你还没得过 你说什么 谁让你玩 是什么 我看完 你对什么 我根本就想要 和人家 在我们 女士 最 合作 四 收拾 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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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准时赴约 好的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真正的原因 你应该知道 爱情对于我来说 根本没有那么重要 不能当饭吃 也不能当钱花 在我的心里 恩情是最重要的 我只知道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我的朋友 在我身边帮助我 一个人不能太贪心 不可能什么都拥有 你为了成全英莲 可以放弃我 你有没有想过 我的感受 你凭什么 因为英莲爱你 她可以为了你去死 我已经结婚了 请你今后尊重我 不要再来放荣我 从今以后 我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 你害死了 我最好的朋友 王大年 如果你敢对不起英莲 我不会放过你 我刚才不知道 他们是害死人的 看到 你不惊分 那位 我只有你 我个人 嫁瑜 被忌 某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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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烧了 火呢 全烧了 全烧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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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女儿啊 你哭什么呀 是船没了 又不是我没了 就是说啊 不就是船没了吗 你干嘛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你爸爸哪有那么小心眼啊 医生说我这是老年病 休养几天就没事了 还骗我 医生说是心脏不好 要不是海叔他送得及时 你早就没命了你知道吗 好了啊 你别吓爸爸了 我爸 他根本就不把病当病 要是有人真的能吓到他 我还谢天谢地了呢 还是厉凡厚道 不像你 得着李牙就不饶人 爸 你听我的话 一定要把身体照顾好 因为啊 你就要包卫僧了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是吗 是真的 这是赛王施马焉之飞福啊 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所以啊 你要赶快好起来 要是你再像现在这样躺着病着 我才不把外孙给你抱呢 我一定把身体养好 我啊 要包外孙 要趟外公 好啦 乖女儿啊 这有了身孕不能哭 将来啊 会老病的 你妈妈在怀你的时候啊 就知道哭 结果就做下了病 太太 你怎么啦 我突然头疼得厉害 这套你给老爷送去吧 要不要我帮你去叫大夫 不用不用不用 老毛病了 你快去吧 别耽误老爷吃饭 我回去歇会儿就好了 哦 好的太太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跑家门口来找我 你在门口停那么多车 都是来找你的 那你一天到晚够忙的 哎 我问你 老头子的船是不是你烧的 我可没说 你跟老头子到底有什么仇啊 不要 你 不要 不要 你 你 老头子 你 老头子 你 你 老头子 你 请不吝点赞 是啊 好久不见 你好 唐伯母 里边请吧 里边请 来 进来吧 快进来吧 你们快坐 还是你们打吧 我就不打了 我学了那么多次 还是学不会 这牌呀 扔出去就是打牌了 你这么聪明 肯定啊 玩几次就摸出门道了 那好吧 快来 来 我先装 好 从这开始 来 我跟你们说啊 海棠啊 生意做得很好的 在南京的时候 已经很有名气了 海棠啊 什么时候 你也叫教我做生意啊 哪里的话呀 我的生意 还不是靠大家帮衬着 听说叶军长 又换了一个丫头 好像是乡下的 别提了 到底是乡下来的丫头 被军长相中了 还念念不忘乡下的表哥 还把表哥带到上海来 叶军长 怎么受得了这口气 听说把他们两个都给 是吗 酒桶 糊了 我的手气实在太好了 海棠是会做生意的 可是怎么老是书牌呢 看来老天真是公平啊 我都说我不会打了吧 我这双手啊 只适合做生意 看来我挣的钱 都花在牌桌上了 就给钱了 我这手啊 就不适合玩麻将 哪有人天生就会的嘛 不急啊 慢慢学 就怕我学也学不会 不好意思 唐伯母 让您久等了 在门口还陪他们聊了一会儿 没关系 海棠啊 如果以后在生意上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尽管来找我 不要客气 您太客气了 唐伯母 我做的都是小本生意 怎么能劳烦您这样的大人物呢 灵灵师太太 都成了你的做上课 可见你开的不是小公司 哪里 海龙贸易在南京霍霍有名 在上海也会大展拳脚的 不过是大同银行的方太太 给我介绍了一帮朋友罢了 没事我们就一块约着打打牌 我这打牌的技术又不好 不太会玩 我看你打得很在行 输得更在行 海棠 英莲和丽凡能够顺利的结婚 多亏你帮忙 我们都是女人 我懂得你心中的苦 所以以后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尽管来找我吧 不要客气 哦 对了 英莲小姐最近反应还大吗 还经常吐吗 她 她怎么了 她怀孕了 你不知道 您快当外婆了 她怀孕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不过说实话 我只不过是对外婆这个称号 还不太适应 她昨天还给我打电话 说她经常想吐 而且最近想吃绿豆汤 我刚跟下人说 明天给她送过去两碗 英莲有你这样的朋友 真是让我放心 举手之劳吗 其他的忙我也帮不上 让你费心了 妈 你怎么来了 英莲 听说你怀孕了 你怎么知道的 怎么你不希望我知道 妈 我没这个意思 是海灯告诉我的 看来你对她 比对我这个亲妈还亲呢 妈 你是不是一来就得训我啊 自己的女儿怀孕 我却是从外人的嘴里知道 我连说你两句都不可以吗 妈 她不是外人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不是外人 那我是外人了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她 她是我的朋友 我为什么不相信她 英莲 你变了 自从我和你爸爸离婚之后 你就和我走得越来越远 我一直想寻找我们之间的裂痕 现在你也结婚了 也将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那么 你能告诉我 你跟妈妈的心结究竟是什么吗 因为你太自私了 你自私到 希望所有的人事物都朝着你的意志发展才是对的 是 也许你的决定结果是对的 可是你却忽略了每一个人的感情 一个不懂得尊重感情的人 叫我怎么去爱呢 有的时候 我甚至觉得你很可怕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你想要过自己的人生 可是你却毁了爸爸的生活 自从你们离婚后 他就再也振作不起来了 你知道吗 难道我们之间不离婚 我们就没有痛苦吗 可是你试着赶上过你们俩的关系吗 现在你们离婚了 却要爸爸一个人痛苦着 我要上班 不送 老爷 好 好 老爷 您住院的这些日子 有些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一会儿楼上说 老爷 我的心肝 老爷 我很以为你出什么大事了呢 我能出什么事啊 是啊 您这一病可把我给吓坏了 今天晚上做噩梦 结果 我也病了 所以 你就没到医院来看我 是吧 嗯 我还有事 一会儿再去找你 好 海叔 我们走 苏三里 梁红铜铅 沙场老板一直找我追讨赔偿金 我说您在住院 没想到您刚回来 他们就追到这儿来了 我们签他们多少钱 本金加赔偿金 一共是二十五万 我们手头上有多少 还有三万多 这几年咱们的生意一直不赚钱 有几次还投错了航市 算了算了 我想想办法 啊 我设训内训 我训练 还要 我训练 这 我训练 我训练 这 我训练 我训练 已经有一个 我训练 了 你 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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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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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训练 2月前 5月前 顾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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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这儿吧 给您报纸 好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把枪是冯淑留给我的 它有什么意义 不用我说得那么清楚吧 在我管辖范围内 每一条街道 巷口 所有的非法言口 地下赌场 钱庄 一经查明 立即拆除 别动 别动 找我了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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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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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都别动 放下什么东西 还有 管辖范围内的 左收的每一笔钱 我都希望它是干干净净 清清楚楚 合理合法的 一旦让我知道谁收黑钱 对不起 立即停职 明白吗 明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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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您是�호老板阿 jà玟 你 vorne 感谢观看